Hello大家好,我是二国学长 本期视频是一期纯干货的分享 在大学里一定不能有的四种学生思维 不论你现在是正在上大学 或者是还在读高中即将上大学 本期视频都会对你的大学生活有非常大的帮助 也能帮助你走出很多误区 解决掉你的很多烦恼 废话少说,我们直接开始 第一点,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 总是还像高中初中那样 做什么事情都等待着老师安排 都等待学校通知,上级安排 这一点在我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在我上大学之前,收到的录取通知书上 其实写的有大学的群号 以及如何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 但是由于高中养成的学生思维 什么东西都希望得到老师的通知 或者说大家集体去做 不喜欢自己主动去探索和学习 这就导致在大学的刚开学的时候 有很多东西我都没有别人做得好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在上大学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思维转换过来 包括学习也是一样的 大学没有人催着你学习 没有老师会监督你每节课都要好好听课 但是如果你不好好做笔记 不好好听课的话 期末你很有可能成绩很不理想 导致整个大学心情都不好 节奏也不好 然后大学四年就荒废过去 所以说如果你在高中 有很好的自学能力的话 那这种人上大学基本上不用太担心 或者说你有很好的主动沟通能力 交往能力 也不用太担心 但是如果你平时做什么事情都比较懒散 喜欢等待别人的指令 自己不喜欢主动去探索 主动去询问咨询 这样的人要格外小心 你上大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转化一下你的思维 从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 从被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变成主动的去探索 主动的去咨询各种各样的事情 因为你不去问 没有人会告诉你 第二点 什么事情都一个人做 可能你会听到这样一句话 强者总是孤独的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句话是不对的 虽然它被很多人奉为人生的信条 我承认在大学 你可以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上课 一个人去图书馆 但是这不是你不参加团队合作的理由 大学里有很多竞赛 其中有一些很有含金量的比赛 都是团队竞赛 分工合作能力也是大学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觉得人处于社会关系中 你不可避免的就要社交 有些人孤独是觉得他身边的朋友 会影响他的学习 他自己去学习 但是他的社交能力很强 他想要社交很快就能社交 而有些人是因为自己的社交能力不强 而把孤独当成借口 这是两个很大的区别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 在大学 你不可避免的要与别人交流 要与别人分工合作 不要抱怨 积极提升自己的团队合作能力 遇到问题解决问题 遇到困难 寻找解决的办法 而不要抱怨 说环境不好 我要自己单干 当然 这是我的一家之言 你也可以继续信奉 强者总是孤独的这句话 但是我觉得 不管是大学 还是以后的社会职场生活中 团队合作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你不可能一个人单干一辈子 你最起码还得找个老婆 找个对象 对吧 第三点就是 他明明做的没我好 凭什么分比我高 凭什么别人觉得他更优秀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在大学期间 你会觉得那个人 他明明实力没有你强 他就靠着一些人脉资源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关系 让别人以为他比你要厉害 然后你心里就很不服气 其实我们在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 对一个人的评价是非常单一的 就是每个月的月考成绩 每次的你这个模拟考试的成绩 你的分数就决定了你一个人 在班里的这个实力的强弱 但是大学其实不一样 其实大学已经算半只脚踏入社会了 学习能力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不是你的全部 大家对人的评价体系会发生改变 是很综合的 很复杂的 你的人脉关系 你的交往能力 你的学习能力 你的人脉能力 你的表达能力 包括你的资源 背景 家庭环境 都是综合考量一个人强弱的因素 所以说你要跳出这个认知陷阱 这个认知监狱里面 也许你的学习能力确实比别人强 但是可能你的团队合作能力 交往能力不如别人强 所以大学是考验一个人综合素质的地方 不是单一非常极端的考验成绩的地方 但是成绩是最重要的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第四点我是想对特别优秀的学生说的 在高中和初中的时候 我们成绩好的话 我们就会独占很多奖项 什么三号学生 优秀班班部 省级三号学生 什么学习先进标兵 这是无可厚非的 因为你的成绩好 这些奖项自然就要落到你的头上 而大学不一样 大学很多奖项是自己申请 可能你拿了校奖学金 你拿了国家奖学金 你拿了企业奖学金 但是有些机会 我建议大家有时候适度的让给别人 尤其是那些对你无足轻重的奖项 比如说你已经有省奖学金了 你就不要再去拿什么 一个学校的奖学金了 你已经有很多荣誉了 你就不要再拿一个 无关痛痒的荣誉了 把那些对你没有什么帮助的机会 适当的留给同学 这是做人的艺术 也许你觉得 那我本来就是最强的 所有的都该给我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了 道家的一句话 凡者道之动 当你所有东西都做到最好的时候 那你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而且最近我在认真学习一本书 叫《弱传播》 它里面也讲到了 我们的世界是分为两个世界的 一个是现实世界 现实世界遵循的是 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就是你厉害你就是厉害 但是别忘了 在我们现实世界的底层 还有一层世界叫舆论世界 大家表面上可能对你没什么意见 你确实很强 你应该拿 但在舆论世界是弱者为王 弱者更占据优势 那你什么都独占了 那人家也想拿一两个荣誉 这些荣誉对你无关通洋 对别人可能是求之不得的 适当的寄留永退 是我们做人的艺术 当然这也是一家之言 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 那么以上四点 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分享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了 给我来个一键三连 这个对我非常非常重要 当然如果你对我的观点 具有不同的看法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理性讨论 我都会认真回复的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生活 好好学习 好好工作 我是二狗 一个可望独立思考的大学本科生 我们下期见 拜拜